三星半導體真的是流年不利 雖然在最近傳述說 他們這個高頻寬的記憶體晶片 這個朱老師 已經通過輝達的認證了 沒有想到 聽起來好像是好消息 結果只能夠用在中國的降軌版 沒有錯 這個三星做這件事情 已經做了很久 始終輝達就是不給他認證 所以他的對手SK海力士 實現是市場上市占率最高的 撐了這麼久 終於過了 應該好 好消息要鼓掌放鞭砲 結果居然說 死耳用在H20 代理想說沒虎虎也好 錯 因為H20美國也要進了 也就是說他也不能賣了 結果你認真真是過去 對 結果沒有用 糗到爆 好 可是你看到今天韓國股市 就有意思了 他的死對頭 剛剛提到SK海力士 今天因為這個消息大跌8.87 哇 股價重挫 對 好 那你說三星應該會漲吧 沒錯了 結果三星也跌了1.95%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都講到折疊機 因為蘋果還沒出 所以市場龍頭 應該是三星 尤其他又出了新一代 告訴你 比前一代更薄 又有AI 應該很賣 所以沒有錯 它原本預估應該也可以成長10% 對 結果結果出來以後 不但沒有成長還下滑 原本是跟前一代 孤要成長10% 現在是跟前一代 降10% 所以一來一往是差20% 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所以你看 因為可能是景氣不好 或者是你跟前一代也差沒多少 我想買的人我已經買了 我不可能才一年的時間 我要換一支手機吧 幾支比例沒那麼好嘛 可是你看 它為什麼還是疊這麼多呢 其實它有可能要疊更多的 因為它還是有一個好處